大家好,我是好了,我是张会计师 我在美国洛杉矶有一家华人会计所所 为全球的华人在美国注册公司做财务和报税 今天我想教大家如何在美国申报公司税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美国公司税申报取决于你的公司类型和公司性质 美国的公司类型包括两种 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通常以 Company, INC, Corporation, LTT结尾 有限责任公司通常以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和LLC结尾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报又取决于 这个公司是住在哪个州 如果是住在免税州的话 那公司税的申报就只有联邦税表要申报 那联邦税表申报 那它的税收是怎么回事呢 是收入减去开支乘以21%的固定的税率 不管你是300万,500万,1000万,一个亿 都是21%固定的净收入税率 如果股份有限公司是住在有州税的州 比如加州,纽约, Georgia, Georgia,马州,芝加哥, Oregon 等等 那么除了21%的净收入的联邦税需要交纳 你还需要额外的交那个州税 那么个州税的话就取决于您公司注册中所在州的州的税率 通常我的客户如果是注册在亚马兴啊 Ebay啊,沃尔玛等等电商平台 或者是全美销售,全球销售 在美国没有实际办公场地 我通常会建议他们把公司住在免税州 因为如果你把公司住在有州税的州的话 您在公司交报税,交纳税的时候 你额外的要交10%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 你都会很心疼的 我经常报税 我的客户,我很了解他们 他们都不想交税 刚刚我们讲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我所说的这些税都是企业所得税 跟那个公司的销售税和营业执照税是两回事 刚刚讲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现在我来讲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又有两种形式 是一个成员的有限责任公司 LLC和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成员的 LLC 有限责任公司 它的那个英文名叫LLC LLC 一个成员的LLC呢 它没有单独的一个公司税单要申报 它的公司税呢 是跟那个公司 一个成员的那个公司的美国个人税表 一些申报 在公司成员的美国个人税表上面 会有公司的收入减去开支 没有资产负责表 就只有利润表要申报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成员的 LLC 它的公司 会有一个单独的税表 公司的单独的税表申报了之后 那公司的净收入 会要按百分比权益比例啊 利润和亏损权益的百分比例 分别分摊到公司的每个成员的 美国个人税表申报 公司的税是 LLC的公司 公司税的是怎么申报的呢 又取决于 这个公司是住在免税桌啊 还是住在有周税的桌 如果公司 LLC 是住在免税桌的话 那么就只有一个联邦税单要申报 就没有周税单要申报 如果公司 LLC的公司 住在有周税的桌的话 那么报税的时候 公司税单 会有一个联邦税单要申报 还有一个周税单要申报 需要强调的是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成员的 LLC的公司申报 它是联邦 是要税单要申报 但是不需要叫税的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见 拜拜